大家好,这里是白胃厨娘的美食频道 今天我们用茄子来给大家做一份美食 首先在碗里加两勺面粉 再加一勺淀粉 慢慢加水搅拌 搅成酸奶状的面糊 这个时候我们用刮刀把茄子去皮 去掉根地,把它切成厚片 切好放在盘子里备用 新方式去掉根地,切成小块 然后放进榨汁机里,炸成汁 在锅里刷一层油 刚刚做好的面糊已经盛的差不多了 把切好的茄子在里面裹上一层面糊 然后放在锅上慢慢煎 小火煎至两边金黄的时候 就把它拿出来 炸好的西红柿汁,加一些糖进去 煮开,把炸好的茄子片放进去 慢慢熬煮 小火大概熬十多分钟 汤汁就会变得非常粘稠 煎好的茄子,吸收了西红柿里的香味和甜味 就可以出锅啦 吃起来非常的爽口 最后在表面加上一些黑芝麻 软软糯糯的炸茄子就做好了 看起来非常的有食欲哦 这里是百味熟娘的美食频道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点击关注吧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下期再见啦